9月6日 纽约时报发表专栏作家罗斯·杜塔的文章 他在文中表示 美国在伊拉克的困局和阿富汗的失败 以及俄罗斯的复仇主义和日益增长的中国力量 都削弱了美利坚帝国的发展 美国在91事件后谋求真正统治全球的幻想已经破灭 杜塔认为 世界上存在三个美利坚帝国 而不是一个 他解释称 首先是中央帝国 即美国大陆以及周边太平洋和加勒比地区的属地 然后是外展帝国 由美国人在二战后占领和重建 并置于我们的军事保护散下的地区组成 基本上是西欧和环太平洋地区 最后 还有美国的世界帝国 在精神上 他存在于美国的商业和文化力量所及之处 在现实中 他存在于美国的附庸国和军事设施的组合中 他认为 这些失败都是源于我们的傲慢想法 我们认为能把世界帝国作为外战帝国的一个简单的延伸 普遍使用北约那样的协定 并将二战后日本和德国的模式应用于越南 伊拉克或阿富汗